他们几乎全家出动 只为一个诉求 可母亲的生活现状 却令人触目惊心 母亲现在是还在这个房子里住着是吗 是 让大家看一下 母亲的困境近在眼前 可他们调解的诚意却远在天边 当脑中只留下利益 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出让步 当心中只剩下怨恨 又有多少位置能够留给良善 面对无休无止的争吵 主持人张婷罕见发声 这样的一个环境 十来年 我想可能每一个电视机的观众都会觉得 心里不是滋味 面对相互推诿的表现 观察员们更是义愤填膺 听你们的故事的时候 我整个人的感觉就是一把刀子 从头到脚把我刮了一遍 低头问下自己的良性 我是想大喝一声 你们清醒吧 五个子女啊 有一个懂人性的 今天都不会在这里 最终今天的调解会走向何方 这样视同水火的一家人之间 还能否放下怨恨 回归此行的初心 老公 好 好